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痛苦了 小蘑菇 你干嘛呢 小蘑菇有鬼啊 哎哎哎哎 过来过来过来 哪儿有鬼啊 那鬼不就在那儿了吗 哪儿有鬼啊 不是 刚才明明有鬼啊 刚才突然间 出演在我面前了 大声手指甲子 大眼柱子 穿线薄薄的衣服 太吓人了 太糊了 你知道吗 他就在那儿 哎 小老头 你干嘛呢 哎呦 你妈 走啊小老头 哎 哎 你有本事你找我 哎他 我那太拔了 嗯 一把您可走啊 耍了桃子 accordance 再来一圈要不就 哎哎 太痛苦了 还杀人了 啊 小萌萌 萌萌萌 师父 我就知道是你 还好你来了 要不我就死在你魔头的手里了 他太恐怖了 师父 师父 太恐怖了 师父 陶公公 我掐死你 你让人打我 我让你听 天不同道长 有什么事 陶公公 你跟这个女子认识吗 天不道长 说笑呢 我怎么会认识她呢 刚才我连老命都差点没有了 我回去歇着了 你在干什么 我 从今天起 我就住这儿 你不能住这儿 我 我为什么不能住这儿啊 我小宝辜负不误不得 好不容易前来一条命回来 师父又不要我 还不让我在这儿住 你说我容易吗 我上辈子是欠谁的 我 我 我 是我 你看什么 真是奇怪 你怎么能流这么多泪水 我 不 因为我伤心吗 伤心是什么 伤心 就是那种特别迷茫 心里乱乱的 然后没有安全感 就这样子 那是不是师父让你住下来 你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真的吗 真的吗 师父 你答应我了是不是 送起帮后 我就住这儿伺候师父了 太棒了 我不能让你伺候 不能 不能 这有啥不能的 我 允姑娘 你怎么来了 我来带走妖女 这妖女与我有很多用途 可否交由我处置 如果我不答应呢 既然这个妖女已经被捉住 就应该尽早处理 以免夜长梦多 再说了 这本来就是我们锦衣卫的职责 你一个道长承担不了后果 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这个妖女身上还有太多谜题 况且这个妖女是我抓的 理应由我向太后禀明此事 云姑娘这么心急 难道是想独自向太后禀明此事 独通功劳 你是 你要再试一次吗 走 走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再大的执念 你也该放下了 你就入土为安吧 好 公公 道长 这大晚上干吗去啊 你干吗去啊 六王 这么晚你去哪儿啊 此事疑点甚多 本王去找芸香荣 芸香荣 陶公公跟这位姑娘是老相识啊 道长 陶公公 快快请起 李妃身前善良 她死后 就别让她再遭罪了 可这个人既不是李妃 也不是什么女鬼 她是一个大活人 主人 属下监视天不同时 得知原来女师是受人控制的 你 静观其变 女师被天目瞳强行扣留 她搬出太后 锦衣卫实在奈她乌合 区区一个道士 入了宫就当自己是号人物了 放心好了 不就是个道士吗 用完之后把她扔出宫去便是 只是这女师从何而来 你去给本王查清楚 小道天不同 不易冒犯 你说怎么会有这么有风度的人呢 就像一个仙人一样 长得很好看 公主 要不我带您去见见她 去见她总得找个理由啊 我们就说去看看抓的妖怪啊 好啊 云儿 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嘛 公主 你穿什么都好看 嗯 小蘑菇 云儿 云儿 你又长个了云儿 你是专程过来找我的吗 专门过来找你的 干嘛我还在旁边啊 显然是专程陪我过来的 云儿她是不是欺负你了 我跟你说你就不能惯她这毛病 你知不知道 小蘑菇 我是公主 我让谁听话 天经地义 你怎么从来都没有怕过我啊 不是公主啊 我觉得呢 作为一个公主呢 一道贫义近人 你得了公主病 你知道吗 你管我是不是公主病 你才是太监病 你再说 我砍你头 好吧 你赢了一下公主 你说吧 找我来什么事 嗯 道长不在啊 你说道长 我师父啊 不在 道长是你师父 必然的嘛 要不我能跟他住一块吗 不想想 那如果有一天我成了你的师娘 我肯定让你师父 把所有的武功都传授给你 我师父呢 不一定喜欢你这个类型呢 我是公主 道长怎么会不喜欢我 不过 我总得知道 道长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有什么想要的 才能博得他的喜欢 是不是 我师父啊 我师父 不吃不喝 不拉不睡 一门心思捉妖怪 除了妖怪就是妖怪 他最喜欢的就是妖怪 妖怪 嗯 那哪里有妖怪呢 这里有啊 是吗 那我们去捉一只 送给你师父怎么样 别别别 公主 公主 不行不行 我师父让我在这儿就为了看妖怪 不能看不能看啊 真不能看 那好吧 云儿 我们走吧 这儿没什么好玩的 哦 白来一趟 哎 别别别 云儿 公主啊 公主小心眼啊 没意思啊 这样 嗯 这样吧公主 就看一眼 没问题 就一眼好不好 看一眼看一眼 别乱动啊我跟你说就一眼 走 完元 参见母后 你这么着急来找我 有什么事啊 天母同声称妖女身上还有秘密 要进一步研究 于是她把妖女和自己关在了一起 哦 有这等事 那你让锦衣卫赶紧把那妖女处置了 天母同说这都是您的意思 是您给她的全部权利 锦衣卫也不敢轻举妄动啊 岂有此理 你快叫天母同过来见我 是 王爷 昨天那妖女你可见到 是何模样 是个女鬼 面容还算娇好 但具体什么模样 属下实在描述不清 所以 王爷的意思是 说来也怪 为何太后会对此事如此上心 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鬼 等明天押送过来是 本王倒要看看这被人捉住的鬼 到底是何样貌 明明都没有动嘛 有什么可害怕的 公主 您可不知道 她动起来大大的眼睛 被手指伸出来 小蘑菇 我特别 这是什么呀 道长抓住了妖怪 可喜可贺 只是 为何把妖怪仍旧留在宫中 不让锦衣卫处置呢 那妖女身上疑点重重 我想一探究竟 不必了 既然这桩案子已经了结了 就尽快收案吧 道长把妖女交给锦衣卫处死 免得日后再次扰乱宫廷 太后 这李妃是谁 要不让锦衣卫处死 那仗主要不让锦衣卫 不能锦衣卫 你们也要不让锦衣卫 你也要不让锦衣卫 你也要不让锦衣卫 不要让锦衣卫 你也要不让锦衣卫 黄伯估 你送来拿个烟壶干吗呀 我还是你 王上 我拿他干什么呀我 李妃是皇上最宠爱的一个妃子 年纪轻轻 突遭不测 已经死去多年了 这李妃是怎么死的 一场大病而死 如今宫中人心惶惶 未免再生之劫 还是尽快结案为好 可是那个女人 她根本不是什么魔鬼 是个活人 什么 她是一个 有着李妃样貌的年轻女子 这个女人被人控制 而是人在作怪 再给你三天的时间 能否找到幕后主使 我尽力而为 小道长来宫中的目的 到底为何 感恩太后 您可知道日月神鼎 这是宫中的宝物 你是如何知道的 师父在卦象中看到的 日月神鼎被妖孽所纠缠 而且宫中之事 多半与神鼎有关 所以派我来看看 休要胡言乱语 神鼎好端端地在皇帝手里 哪会有妖孽缠绕 以后再也不要提神鼎之事 小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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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这 其实我没怎么动它 我这 你看看吧 套长 公主 这 道长 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好害怕 你怎么才回来啊 道长 臭道士 连公主的便宜都敢占 公主 你别误会 我没误会 你个九肉道士 不仅不守宫里的规矩 功夫也三脚猫 我现在就帮你杀了他 提前处置了他 免得你再放他出来害人 叶长 公主 妖怪留给道长 你护送我回宫 公主 怎么 你还敢抗命 是 不敢 走 那个 女儿 慢走啊 公主也慢走啊 师父 真好玩 真好玩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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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能不能把他借我玩啊 闭嘴 不是师父 我绝对不会再发生 今天这样的事了 我发誓 行吗 我不相信你 还有 以后别再叫我师父 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 我 是 啊 也是 哎啊 呃 嘿嘿嘿 嘿嘿嘿 呃 嘿嘿嘿 呃 呃 嘿嘿嘿 这个好玩 这个好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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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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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是是不是老天 给我的礼物 你说说 从此以后我小蘑菇 不是也有人伺候了吗 我还想服 你在干吗 师傅 她刚才跟我玩游戏来着 滚 好的 你真是的 你怎么了 快不要 油 轻轻 你可望 继续 是 你下去吧 是 好 大侠 你看我眼行不行 你不看我咱们怎么交流感情 闭嘴 大侠你换句词行不行 你换一个更有感情色彩的词 滚 人都这么帅 被绅了 这些它反恐戒指 我怎么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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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绞接器 从来没让演员等我了 咱俩一般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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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整理都找不著我 有些東西啊 幫我面子不必展示 太多了暴露了我之前在幹什麼的 縫情這段手求過誰見了惶愁 痴心的劫太多多情真難過 這愛恨的漩渦誰破 如果時光遭留還能為你做什麼 該捨難捨想得不得 說得不得